好 所以接下來是盜賊的牌 然後一樣這是新卡的數屏下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看上的話 你可以先去看上 那這邊第一張是這個盜賊的牌 是這個兩費的盜賊法術 偷契的兵器 發現一個其他職業武器 這張其實還不錯 因為你可以直接就是保證泰斯一定會 至少會觸發其他職業武器 我其實希望他們有更多這種 偷其他職業牌的東西 雖然偷其他職業武器 其實蠻有可能會偷到船武 這些東西所以也有可能會 有些奇怪的憨事發現 不過我真的蠻喜歡這張 好 那接下來這個巨牙刃 那是一費一三 然後爽贈附影師手下衝刺 看起來沒有很好 因為你要敲三次才能觸發 不過你也可以直接反倒觸發 因為你盜賊 不過說實在衝刺 我個人認為沒有太強 不過有可能超強也說不定 就是看到底Meta到底怎麼樣 就是一費一三到底好不好 好 我個人認為是可能還好啦 不過搞不好有可能會在一些 就是你可能先握著 然後你到時候可以再翻刀 然後可以衝刺之後 然後再做一波琴場 搞不好也不錯 好 接下來這個兩費一 血凡笑吼衝刺 然後這樣我是場面 場上每個有方海盜17 加1加1 所以之前有一個兩費22的中立 然後是每回合生一個海盜出來 其實就可以跟血凡笑吼來搭配 那我覺得這個傢伙感覺還挺強的 不過到底 盜賊是不是一件事 海盜是不是一件事 其實 不大確定 有可能海盜其實不是一件事 就感覺沒有辦法拿到那麼多海盜 目前看來 那接下來是果拉巴蛇古噪者 七費五七戰吼 發現銀格戰吼 手下唯一的分身小好唯一 那 呃 古噪者 英文是hyper之類的東西 就是想辦法 介紹一個很強的人出來 然後結果是一個一憶憨宅 我覺得這是一張競技場牌 就這樣 那 這是一個八費六三的購牙船長 然後戰吼是 你的 排隊中造三個海盜 給他們通刺 那 一樣就是不知道到底 還剩哪些好海盜啊 然後 如果 就如果有很多好海盜的話 當然不錯 所以我覺得 感覺海盜賊 好像沒有很好 不過 也有點難講 搞不好海盜的數量會夠 也說不定 我還沒有 非常確定到底 海盜數量夠不夠 等一下終於排隊看一下 那這個逼迫下海 然後摧毀一個衛收商手下 我覺得這樣還挺好的 因為其實你 就是 雖然你暗殺 你常常暗殺的話對象是一個衛收商 就是衛收商手下 然後這只要四費而已 然後這是 偶數 所以 搞不好可以跟這些偶數的海盜們來搭配 像這也是偶數 嗯 然後這是 鯊魚 鯊魚 格拉爾 然後5費2 戰狗是吃掉 你排隊中的手下 然後使其獲得其體質 然後死亡真是將他放到你手中 那 這個傢伙 我覺得其實不怎麼樣 因為 沉沒應該要滿天費 然後這傢伙就被沉沒掉 所以就是一個憨兒 然後捷術隊伍 然後三費是抽你的 排隊中 抽出兩個海盜 那這張其實 我覺得超強 因為 就是 指定抽牌 指定抽其實就超強 然後接下來也還有連擊 是抽出一把武器 所以 其實有可能 COMBO是有什麼 王貨海盜之類的東西 也說不定 因為 其實還 就是王貨會想要抽到 更容易抽到武器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王貨牌 然後再來是火炮彈幕 那一樣是海盜牌 之前有講過 那我覺得 場面上很難有很多海盜啊 所以這張大概會變成一張炸牌 那鯊魚之影 看不出來到底要怎麼用 然後 然後 這費用大概也太高 所以有點難觸發 嗯 不過有可能在一些 命 就是 OTK牌組面 有可能大掌身手啊 不過有點難講 呵呵 好 下個職業 薩蠻 那獨有女巫 然後是 你本回合打出兩個法術造成 如果你本回合打出兩個法術造成 兩人傷害 我猜進化會 就是不一定進化會跟他觸發啦 所以 有可能會 就是在不一定進化裡面 然後另外一點是 呃 有戰吼的話 就是 笑斗 笑斗有可能會跟他作用 不過 看 激素薩網 激素薩 我覺得這大概就是一張撼牌啦 如果 除非那種 前期 超快攻薩存在 不過目前感覺好像不大存在 所以 呃 下個資料片再說吧 然後是 青蛙 葵葛瓦 然後是 6-4-6 嗯? 里諾 戰吼是 你上回合打出所有法術反回所中 這戰吼效果也超強 我覺得現在 這次的裸牙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喜歡 因為他們 都有一些蠻強的能力 除了盜賊之外 呵呵 然後 這全部返回 所以你上回合 你可以就是 你上回合可以 就是 就是 你先預設你要打 這個青蛙的話 然後你上回合就可以做一打的函式 然後再打這個青蛙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 獲得一陀拉谷價值 所以我覺得 那種牌是很有趣的牌 然後 另外是 這也是一個戰吼 所以 效斗 呵呵呵 然後這次是 尼早玉琳 然後戰吼是 有方守下返回所中 並輔給他加一加二 然後是一個3分33元素 所以 戰吼 呵呵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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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返回手中 蜘蛙加一加的時候 你可以跟薩洋琼 有combo 跟效斗其實沒有太好 因為 你不會想要效斗 是一個熊貓效果 所以搞不好 他可能是 譬如說你 3加 5費炸雞 然後再 讓炸雞回手 然後下來 你再做 一個八攻炸雞 之類的東西 類似這種 奇怪的combo 之類的 不過也有可能 就只是一張進一場牌 呵呵呵 大無毒儀式 然後 我覺得現在其實 八九十 八九的 那個 呃 手下都有點太不穩定啦 所以我覺得 沒有很喜歡這張牌 大概也是一張進一場牌 然後 琴蛙之靈 前行施放法術 抽一張牌 可是 呃 施放法術從一牌堆 抽出一張消耗增加1的法術 呃 我不大確定是 應該是 你就隨便放一張法術 然後他 抽出那張法術 然後那張法術的消耗會增加1 我記得英文敘述是這樣啦 可是 中文敘述感覺好像 你放三費法術 會抽四費法術的樣子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呵呵 不過總而言之 其實孝斗其實都會想要更多抽牌 然後 青蛙之靈有可能會進孝斗牌組裡面 因為之前 兩費 呃 3費03的抽牌圖騰也有進嘛 所以我覺得青蛙之靈也蠻有可能會進的 所以主要是看到底 這種法術抽牌會不會打贏 就是其他的抽牌手段 不過也有可能就 比如說你青蛙之靈然後等一下 下輪再打這個 怨靈 怨魂靈絲或是 那個世界術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青蛙之靈其實 搞不好有機會進孝斗之類的牌組 吐騰最極 照亮閃害滅殺 召喚一個基本吐騰 我覺得 我不很喜歡這張牌 然後長蛇魔杖 呃 英文比較有意思 英文是Lickem 就是舔他們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英文比較有意思 然後這超載的能力 就是 這超載好像是你 下一回合會超 就是你 比如說打閃電劍的話 然後你再上長蛇魔棒 你其實就會觸發的樣子 因為超載水晶 就是也泛指 你下一回合會超載水晶的樣子 所以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這張牌就很強 然後 通常三攻可以砍爆 大部分的前期牌 所以 就可以幫助我們 前期打場面 然後其實 你看到產生魔棒 你可以打超載的法術 像閃電劍 所以 青蛙之靈也會 跟這種東西來搭配 所以 搞不好會不錯 然後 暫停墨 那一樣可以跟閃電劍 要素來搭配 所以有更多清場 更多AOE 然後也可以跟 譬如說 呃 治療那個 忘記四費那張治療 來搭配 來給你更多治療 所以就是還不錯 天降殘儲大概就是一張 憨排 超X3可以升級法術指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薩滿 先寫 呃 這是先寫 十人妖放血者 然後是7費58 有方手下死亡 對敵方英雄造成傷害 呃 所以你可以狂鋪場 然後再 就是讓他們死掉 然後先寫 十人妖就會 對對面造成一堆傷害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而且其實有可能會變成一個 OTK攀牌 不過 就 還是滿看狀況啦 就到底有沒有那種 低費的中力衝刺牌 其實就有一點點重要 然後 也有可能是那種兩回殺 就是譬如說你可以先用 蝙蝠 吸的雷克 鋪個場 然後再 十人要放血者 然後就打出一點 一堆傷害 其實我覺得在控制場景 是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就是 你可以吸的雷克 然後再 用十人要放血者 對對面 連造成一堆傷害 然後反正你是控制 所以 也不care 呵呵 就是 對面死掉最好的 然後對面血量很低的話 你也 就是 換了一堆傷 七費五八體質也不會太差 我覺得這張牌我覺得還蠻強的 嗯 然後大概是不會進快攻啦 因為快攻七費牌 不大想帶 二魔劍 摧毀一個手下場面 場面上每個手下時期 消耗減少 一 呃 我覺得這張牌還不錯啦 因為摧毀一個手下 其實也可以摧毀你自己的手下 然後再打一些韓combo 然後你場面上手下 會讓這張牌消耗減少 所以像 謝爾雷克就會直接 讓他減 減七費嘛 所以你 就是 八費 所以你九費的時候 你可以打謝爾雷克 然後再配上這張牌 其實還不錯 十費的話你就可以打 謝爾雷克 然後再配上兩張惡魔劍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其他combo 比如說奧尼克其他之類 也可以跟這種東西combo 我覺得這張牌的設計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喜歡這種設計 然後這張牌到底購組會不會有影響 這我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有影響 有可能沒影響 我覺得蠻有可能會有影響的啦 因為你其實還是有一些一費手下 然後 八費摧毀一個手下 也不是最糟的事情 雖然你可能會比較想要帶靈魂空隙 所以 會帶張牌 好啦 那接下來是殘酷的獎勵 殘酷的鼓勵 然後摧毀有方手下 賦雲的手下加一加 那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這個是也是一費摧毀手下嘛 所以 跟那個六二二其實是有搭配 雖然 可能還是比較想用西瓜刀而已 所以不是用殘酷的鼓勵啦 不過 痾 就一樣是假設你是狂撲場的話 那張牌理論上 可能可以幫助你的那些手下 來脫離一些險境 然後 也有一些死生會讓你 全部手下加工的牌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一些重力牌 所以搞不好 那些也可以打一些combo說不定 接下來這個靈魂看守者有講過 那靈魂看守者就可以拿靈魂看守者自己 或是拿比如說 DK這裡的OP牌 或是拿939 之類的各式各樣傳說 那就有可能會做出現破格的事情 那 這是指定捨棄最低的牌 這邊 接下來是指定捨棄最低的牌 所以有可能任務術是一件事呢 這也是幫助任務術成為一件事的牌 我覺得其實貢獻四張牌給任務術 其實 算是非常非常多啦 所以我覺得 任務術加油好嗎 那續武契約 counter combo牌的牌 就是那種otk combo 都可以用續武契約 叫他直接回家洗碎 然後也有可能就是 你可以直接爆掉對面 就是英雄之類的 因為其實有蠻多狀況 比如說如果雙方都是 速師的話 那你用續武契約 所以把他的dk爆掉其實就是一件很大的事 之類的 然後 這是蝙蝠 然後這是蝙蝠之靈 蝙蝠之靈 我看起來就是 一副憨宅一樣 所以大概是一張 完全是一張廢牌 我猜啦 然後 這個是 戰士 挫敗 然後對一個受傷損傷傷的四點傷害 呃 我蠻喜歡這張牌的 然後 算是大概會被66幹掉啦 我們平常心講 這會被66幹掉 所以就 嗯 就是會被66幹掉 不過 奇數戰可以擺這張牌 然後有點像 那種 軟軟的斬殺的感覺 嗯 好牌 龍猴 放兩個隨機龍 當然手張 強牌 強牌 我喜歡 然後西牛之靈 1費03 前行回忍衝刺 他在召喚的 該回忍免疫 免疫其實是一張非常好的詞綴 然後這是一個1費的0 所以這樣 這個0有可能是一個不錯的0 可是我不確定衝刺是一個好的詞綴 就是 我不相信衝刺 呵呵 所以我覺得這個 和0大概也不夠好 然後奇數的衝刺牌大概也不夠多 所以 所以 我不喜歡 嗯 我不喜歡 呵呵 然後這個 痾 禁玲龍 5費55 如果你手中有龍類獲得5點護甲 不錯喔 好牌 我喜歡 然後這個犀牛阿卡莉 8費55 衝刺 滅殺從你排隊中 抽出一個有衝刺的手下 賦予他 加5加5 呃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 因為8費55衝刺並不是一個好體質 8費55你要 像 國王那樣做一些 草鳥的事情 才比較好 這事情可能有點太正常了 不過賦予另一個衝刺手下 加5加5可能會很強啦 不過第一個 他滅殺要觸發其實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啦 就除非你都是抗快 就是很多快供的話 這個犀牛阿卡莉才會夠好 然後他費用其實還是有點太高了 我不是很喜歡這一點 不過他真的可以做一些很棒的事情 這是我喜歡的地方 呵呵 而且就有 現在有兩個衝刺生命切取牌 就是 那個 那個靈皮獸還有七雅絲 霸主之鞭 不要確定這張到底要怎麼用 不過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跟白木 還有苦痛 combo 所以 搞不好你可以拿 就握我這張 然後 就打白木來抽牌之類的 假設你是 譬如說技術控制戰之類的 然後 我超級喜歡這張牌 然後這複製你手中所有龍類 然後你可以看到跟 剛剛那個龍猴其實是都是 偶數費 所以 有一些些搭配 呵呵 然後 付出手中所有龍類 我其實超愛這種東西 而且 這個其實有機會可以來觸發啊 譬如說山林巨人之類的 然後 接下來是 燃擊毛兵 三二 然後手中永龍 就是 帶斬殺效果 喜歡這張牌 也是技術費 所以技術也有可能有斬殺 然後 重金屬搖滾 所以這是 偶數號召戰的東西 我們有講過 呃 蘇薩斯 我覺得這張其實沒有很強 因為 六費其實有點太高費 所以 而且目前看起來 看起來 就是 快攻戰也 不是一件事 所以這張牌大概可以吸吸水 就是 如果是 控戰的話 之前的那個 不過有可能偶數戰會帶他 我們不要確定 就之前有那個 超一對戰器 應該是太強啦 不過也要看Meta 好 接下來是進入中立 中立也要再講更快 收藏石釋放法傷 收藏石法傷加2 我覺得這張其實還不錯一些 兩費二三四 好體質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有點像是 想取代一些快攻法 會帶阿曼妮的狀況吧 因為法師會 就是很喜歡用這個 法傷加2 法傷加2 真的很crazy啦 所以 法師有可能會自己點他 然後讓他受傷 然後再出某些 達人法術之類 所以就會 對快攻法應該有 滿正向的幫助 破盾兵 沉沒了一個有 戰吼沉沒了一個有嘲諷的 敵方手下 有戰吼所以我就 嗯?下斗 然後火蛇結界 在你回合結束時 對敵方造成兩點傷害 打臉的東西 其實通常會有點幫助 而且這是一個中立的圖騰 其實還蠻特別的 大概是未來下個資料片 或下下個資料片 才用到的牌 聖甲蟲軟 死亡之爭造三個1 聖甲蟲 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嗯? 來 可能下個資料片吧 或下下個資料片 或下下個資料片 然後 陣牙 鬥牙陣地者 有可能可以 就是把對面版面填滿 然後做一些壞壞事 不過真的太難了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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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獒牙陣地者 然後是死亡之爭 召喚一個3 rode的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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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一個3 rode 裡面有3 rode 所以理論上體質是一個6-4實在不錯啦 所以有可能會不錯 這...這個美術我還蠻喜歡的 不過...大概只能看快吧 就是很容易黏一個東西在場上 搞不好任務聖也會想要帶他來說不定 因為他感覺很容易黏在場上 然後再來是再生治癒的暴徒 命中要再回合開始時 維持手下恢復兩點生命值 其實看到他們舔了一些蠻奇怪的四倍手下進來 這樣我其實也蠻喜歡的 我喜歡這張牌 就是會...感覺都是很強的進行場牌啊 這兩張四倍都是 然後冰淇淋小販是四倍三五 然後若你闖上有凍結手下獲得八點護甲值 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而且要你的場上 所以跟小斗就是冰川獵片不會搭配 因為冰川獵片好像只能指敵方的樣子 不然小斗理論上會冰到自己嘛 那...所以就完全不知道這道要怎麼搭配 搞不好你可以帶這張來counter對面的效斗 假設你在... 阿薩琳娜到他的一費效斗的話 會不會想太遠了 一張有趣的牌 然後接下來是無助的右兽 就是死亡之中野獸降費 所以這是任務烈的牌 應該是任務烈的牌啦 我猜 然後果拉巴斯的貢品 那...比較...想知道的就是 假如他降到一個... 呃...兩費野獸 他會不會解任務 然後如果降到一個一費野獸 他會變臨非洲可不解任務之類的 我猜...可能都可以 不過我不確定 果拉巴斯的貢品 我一開始都摧毀了這個手下兵 或者八點護甲值 我超愛這張牌 這張牌超有趣 就是... 純粹讓你多拿一點假 然後有可能會進譬如說技術戰之類的 因為你其實... 前面很難... 就是把這種東西幹掉 然後技術戰你就可以馬上拿假 然後用假做一些憨事 比如說... 中金屬搖滾之類的 不過那是偶數費的牌 好了...前任冠軍呢是... 5費1叫一個55 那有點像之前6費1叫一個66 那...基本上都是好敵演化牌 不過大概就只是競技場牌而已 然後是德拉克瑞詐欺者 戰猴給雙方一張 從對方牌組複製的隨機卡牌 這樣還蠻有趣的 呵呵呵 不過就偶爾禁止於此 不過... 不過就是... 搞不好可以... 讓你提前知道對面是什麼東西啊 不過... 搞不好可能會在偷... 偷木或是偷賊裡面... 嗯...一掌傷才 說不定 打瞌睡的槍手 打瞌睡的槍手 雙手獲得加持攻擊力 呃... 兩費4-4 呵呵呵... 搞不好有些combo可以用啦 不過... 很難看出來 而且牧師會治療他 呵呵呵... 然後... 接下來是這個... 蒼包海灣組頭 戰鬥給你對手一個幸運幣兩費3-3 我不能喜歡 我覺得... 超級不喜歡他 因為現在其實有兩費... 呃...3費4-4 然後還持續成長的東西 給你對手幸運幣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 challenge 比如說誘除之類 不過幸運幣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尤其控制就是... 四跳舞就直接鬥喔 或是直接... 剛剛有看到... 之前有看到牧師的... 另外一張五費清場 其實都不是很... 就是給... 給你對手幸運幣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他也不是海盜 搞什麼...BZ 然後... 再來是三費二二搞笑 是香蕉小販 放兩根香蕉到你的手中 香蕉可以解法師人物 所以他媽這張... 根本就叫你玩任務法 呵呵呵... 然後這是... 競技場財寶箱死亡真 抽兩張牌 我喜歡這張 不過... 大概不會... 大概真的是競技場的東西而已 呵呵... 然後競技場觀眾 面殺召喚另一個競技場觀眾 所以這基本上是... 你們不覺得他長得超像那個... 奴隸組嗎 我覺得他應該是... 有點是... 就是在... 致敬奴隸組的感覺 不過這滅殺就... 等於一盒只能觸發一次啦 所以大概有點太難 嗯... 而且也沒有任何OTK的可能性 所以大概不夠好 嘖... 就是競技迷 4費23 賦云... 手中全部手下加1加1 絕對不是... 應該不是一張好牌 呵... 非常不建議你們把他放到你的構築牌... 牌裡面去 然後5費33對全部手下造成一點傷害 這是一張超級好的牌 而且他還是一張龍 搞什麼啊... BC 呵呵... 所以... 大概就是... 呃... 你們有福了 因為BC給你們一張很好的龍牌 而且他是一張中立 然後... 你們用隨機找龍還可以找到他 所以... 搞什麼啊BC 呵呵... 呵呵... 我超愛這張牌 然後... 莫蛇奧格執法者 嘲諷聖盾824 這張要怎麼用呢 這張就是... 星火 呃... 神聖精神星火 然後對面死掉 除非對面有 比如說6A7或是沉默之類 不過如果對面有沉默的話 那你星火本來就會怕 所以... 也沒什麼好怕 就是... 拚了... 28點傷害 對面GG 呵呵... 不過這巴菲爾很多啦 大概也是一張憨牌而已 中場 石荒哲 四費35千星 滅殺獲得3.5角 這張牌超... 強... 的... 為什麼他有千型 而且四費35... 不是... 不是... 就是... 是一個好體質欸 然後滅殺獲得3.5角 還是... 控制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張牌很強 嗯... 呵呵... 不過... 現在... 感覺四費有一個power creep啦 就是你看到很多很強的四費牌 然後再來是... 啃角狂兩費生命切取 造成... 戰火造成一點傷害 所以這一點傷害是會生命切取的 所以你會保證回一點血 我蠻喜歡這張牌 不過這張牌應該不超牌 所以... 要看以後到底... 可以用... 怎麼用這種東西啊 不過... 比較好 因為... 你可以... 就是跟那個... 任務... 任務獵... 來combo 然後可以跟任務... 呃... 獵人的那個4費24來combo 不過他不是一費 所以... 再見 暴躁巨龜 3費35 戰火對你英雄造成5點傷害 所以這張也是可以跟那個... 治療聖搭配牌 然後3費35 What the fuck BZ你們在搞什麼 呵呵呵 呃... 我喜歡這張牌啊 然後... 主要是因為他對你英雄造成5點傷害這一點 其實... 原先... 呃... 就是... 術士有一張中心牌是4費56 對你英雄造成5點傷害 然後... 通常都認為太多了 不過... 現在... 就是... 通常費用越低 造成做這件事情 通常越好 然後3費35 其實是一個4費體質而已 可是4費56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5費體質啊 然後理論上3費35 應該會比較強 然後我感覺3費35的確比較強 因為你... 第四人你還可以接 比如說訓權者之類的東西 嗯... 然後比如說王者祝福 所以... 這樣本來好像真的有點太強 我覺得 嗯...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你2費演化可以演化到這種汗東西 呵呵呵呵 不過我覺得就是... 嗯... 演化理論上現在應該是變爛了 然後再來是... 魔晶大師... 大師吉西 然後是6費55 雙方的法... 法力水晶改5顆 所以... 看到戰魂就說 嗯... 效斗 呵呵... 而且再來可以防... 就是有效幫效斗防OTK 所以我覺得這張牌還蠻有趣的 而且假設你... 就是有戰魂來的話 你放5張效斗 理論上你也滿意 呵呵呵... 然後對手就幹了 我的水晶怎麼只剩下5顆了 呵呵呵... 所以... 而且就是把雙方水晶改成5顆... 我不知道確定... 應該不是10星的啦 應該不是10星水晶 如果10星水晶的話 你理論上可以無限效斗 應該不是10星的 拜託不要是10星的 而且如果是... 就算不是10星的話 你下輪理論上會長1顆水晶 所以應該可以打6顆效斗 6個效斗 不過對面大概也會變成6費 因為理論上你pass過去 他就會長1顆水晶 總而言之 Counter OTK牌左派 我喜歡 不過有可能會讓小偷太強 呵呵呵呵... 好 接下來是 潛嘴龜可鬥士 然後是5費38 每當兩側手藥受到傷害 這個手藥會帶回承受 我喜歡 不過這個手藥 這種東西通常都挺憨的啦 5費38體質也有點憨 這美術圖倒是挺...挺讚的 然後這是... 墨蛇奧格波爆員 5費65 攻擊這張... 這張牌的敵人有50% 的機率攻擊差的角色 我喜歡這張牌 然後...這好像已經被證實 是其他友方角色 其他友方角色 就沒有那麼強了 嗯... 就是一個人 呵呵... 進一張牌 然後接下來這個... 送上者 八費八虎戰吼 獲得本賽局中 死亡了三個友方手下的 死亡之聲效果 我喜歡這張牌 然後看到戰吼就有小偷 所以... 看到蠻多... 就是對小偷蠻有利的牌啊 所以... 這張... 我其實可以想像的 就是你會帶比如說 二二三獲得甲的東西 然後... 效斗獲得那個死亡之聲 正回首的時候 有時候滿場會... 死掉嗎 就會觸發死亡之聲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拿一堆甲 嗯... 所以... 有可能會進效斗牌組裡面 不過說實在... 目前沒有人可以六費打OTK啦 所以我覺得效斗帶魔晶大使 其實就夠了 嗯... 除非你有帶比如說三費 就是佐拉回首 然後... 手上都是九費小偷 我覺得有點悲慘 呵呵呵 不過理論上對面也不會 那麼快掌玩水晶喔 好 戰線擊破折滅殺死 所以要攻擊加倍 所以... 基本上就是五、十、二十 對面聚聚這樣 然後盲眼遊蝦 競技場牌 然後熱場龍 大概也是競技場牌 我覺得... 有可能會帶一張啦 你的龍牌有可能會帶一張 因為這是... 戰吼是... 龍類 然後... 就是龍COMBO 又是龍 所以應該是一張好牌 然後... 格力夫塔 四費四五 好體質 發現兩張牌 隨機給對手其中一張 超寒 我喜歡 然後... 這是... 魚人抽魚人 不過體質超爛 然後... 薩狼兼弓 這接下來應該都講過啦 我看有沒有... 蒙面參賽者 嗯... 神秘挑戰者 寒寒版 然後... 阿妹戰熊 好牌 然後... 殺狼兼弓其實 一費二三是非常好的體質 然後... 這死亡之神奇可以... 把對面的復活牌池弄爛 所以復活牧可能會怕這張 所以你有可能會... 帶一張這個 然後... 純粹是為了搞他們 然後也會可以讓... 那個...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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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講了吧 剩下其實應該都講過 嗯... 我應該就... 哈卡後來被證實好像是 就是... 一張然後... 一張多多之血 然後變兩張多多之血 然後... 兩張多多之血應該就是你 抽完兩張多多之血 然後再洗回去四張 然後你會... 就兩張多多之血的傷害 再加一個疲勞 這樣 然後你牌組裡面會有四張多多之血 可能是這樣 不過四個多多之血其實就超級痛了 就十二點傷害了 就十二點傷害了 好啦... 那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如此素評就帶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最後再見嘛 掰掰